大家好,我是锦鱼 今天来做秋冬系列第二道菜 青草藕片 莲藕有清热润肺 健脾补血的功效 俗话说,男食酒女食藕 就是说莲藕有很好的补血造血功效 莲藕分粉藕和脆藕 粉藕适合炖汤 青草藕片用到的是脆藕 先来准备一碗盐水 把藕切片 莲藕的淀粉含量高 极容易氧化 切好的藕片要泡到盐水中 以防氧化变黑 再切点姜片和葱段 这边来准备料汁 淀粉一勺 盐半勺 白糖小半勺 拌碗清水 调成奶白色的水淀粉 倒入200毫升清水 炒熟后 倒入调好的料汁 在莲藕上勾一层薄薄的芡 放一把葱段 莲藕就炒好了 清炒莲藕做法简单 重点在于勾薄芡 因为莲藕本身不吃味 勾芡后 调料就挂在了莲藕上面 薄薄的一层芡 看上去晶莲剔透 吃起来咸中带甜 我是锦鱼 谢谢大家的观看和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